大家好,我是MASA 日本傳統的豆腐料理 大家最早想出來的應該是 揚出豆腐,就是洋廚豆腐吧 這一次我要做的是有一點不一樣哦 它是日式跟有一點點中式混合的風格 因為有絞肉的醬,很有滿足感 搭配飲料或白飯都很適合的 那做法是很簡單 好,那我們就開始做 豆腐的種類大家可以選習慣吃的 使用嫩豆腐也可以 但是它容易碎掉 處理時候要特別注意哦 這一次我用新鮮的香菇 該用乾燥香菇的話 可以享受更濃的菇香味 跟餅長一樣,從白色跟綠色分開切丁 如果想要更多香味的話 加入蒜頭也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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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勞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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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盤子 我的習慣是鍋煎之前先熄火 這樣子加入乾白粉水時候比較不會結塊 確認全部融化之後再開火 最後加入辣油 準備醬汁的流程就完成了 好咯 那我們回去看看豆腐脫水的程度 有很多水分出來啦 因為等一下要沾粉 表面要擦乾淨喔 豆腐的大小大家可以自己決定 切成方塊也好 這次我用麵粉可以享受比較QQ的口感 如果要比較清的口感的話 該用太白粉也好 要不然一半一半混合用也好 有一點煎的方式 兩面都有煎到金黃素就好啦 有一點煎的方式 兩面都有煎到金黃素就好啦 有一點煎的方式 兩面都有煎到金黃素就好啦 要冷氣不停 看起來很酷 肉乾燥 油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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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蒜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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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揚出豆腐挽肉 きのこあんかけ完成了 做完之后发现 外款有一点像麻婆豆腐 算是日式和中式豆腐料理 混在一起的样子吧 这个揚肉酱太好吃 跟煎到香香的豆腐一起带一半啦 这个季节搭配冷的清酒非常适合 很好现在有两种豆腐料理的选择 传统的还是这次的都很适合当下酒菜 如果想要看传统的方式 可以看右边上面的连接哦 希望大家享受美味豆腐料理 谢谢